嗨,大家好,我是ZingGajuan,宇君 就在三个月,Lashat召开了新品范围 日式发表首款5G游戏旗舰 可以沙山 今天,我终于拿到手啦 放不多说,马上来为大家开箱 首先,我们来看看设计 在外形上,黑色汤就做出了蛮大的改革 从之前黑色2两粒直排在右边的相机镜头 现在直接变成了背部上下三角形对称的设计 上面是三颗镜头 中间是可以客制化的RGBX logo 下面则是18W,吸磁充电接口 让玩家在打游戏的时候能让手机满身电量 也不妨碍握手机的手感 但其实,黑色3系列底部还是有Type-C接口的 现在720毫安电池,充电功率也提升到65W 平均只要12分钟就可以把它touch到50% 38分钟就可以把它touch完了 其实不是很单耶 在屏幕上,黑色3就采用了 6.67寸加1080分辨率的AMOLED全屏幕 最大刷新率为90Hz 并支持270Hz的触控采样率 HDR 10 Plus规格 MEMC动态补偿 低亮度无频闪等强大配置 而在性能方面,黑色3拥有8GB RAM加128GB ROM 并供上来LPDDR4X内存 以及UFS3.0存储 最重要是,它搭载了强大的高通骁龙865处理器 为时尚带来最简短的处理效能 游戏的屏幕 最后的游戏体验 以下跟我讲频道给你拍回来试看 既然是游戏手机 那我们就来讲它的游戏体验 黑色上拥有全新的Joy UI示意 基于MIUI,拥有全局放幕处 游戏小床,外设装备箱 等各种黑色独有的游戏功能 按一下侧面的Shot键 就能立马进入游戏空间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所有下载的游戏 还有它们的设置 真真其其又不用推出游戏就能做setting 有没有很方便? 接着,在进入某个游戏之前 下方还可以打开连接游戏外设 Connect1系列Black Shark的Accessories 按示游戏手柄,散热背夹 游戏咬鸡等等 帮助你更给力的打游戏 你右上角,往下一垮 上面直接一排选项给你 要关掉Noti,弄Screen Recording 还是Wishet跟朋友聊天 全部在游戏界面就可以进行方便到 在也不用怕一边打游戏一边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没注意就被敌人 杀掉 再来,我们来看看操控中间 虽然讲目前在你们联学上市的黑莎上 还没有支援语音操控功能 也就是说,你喊手雷手雷 它就会自动deliver手雷 不过,我们还有另一项功能 这是黑莎专属的双区平面压杆 打开它就能自定义左右屏幕感力度 不管是开枪、跳跃等等 用你的手指力度就能简单操控 轻轻松松 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发现一个小季节 就是3.5LM的耳机孔回来了 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用speaker的玩家 黑莎也在这边做了双喇叭的设计 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支持不同频段自定 满足玩家对听音变味的需求 最后打了那么长时间的游戏 计划到底会不会软咧? 不用担心 黑莎3有上名字设计的cooling system 利用两条cooling pipe 覆盖5G芯片、处理器等关键人员 必须上一代散热能力足足提升了50% 我帮你们问问问看 咦?手握的两边不太热 基本的热度都跑去中间了 总结来讲,这次黑莎3 除了在游戏规格 还有外形三面游手突破之外 在游戏性能上面也有很明显的提升 作为一款专业的5G手机游戏 黑莎3还是帮帮第一 至于售价的话,请看这边 那么在发布会上 一手的玩家非常期待的另外一款手机 LISA 3 Pro 什么时候才会来到Malaysia咧?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我是金家者,宜君 我们下期再见 Bye